歡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二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由正方報道書院對反方性工會雷榮財中學 現在會為大家介紹雙方的辯緣 首先是正方主辯黃森宇同學 第一副辯張曉恩同學 第二副辯林可澄同學 結辯潘康彤同學 現在介紹反方的辯緣 反方主辯余尚希同學 第一副辯孫海玲同學 第二副辯林卓軒同學 結辯尹錫希同學 現在會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香港大學異議辯論隊前隊長鄧佩希先生 稍幾萬觀立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洪敏才先生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 台上發問 一副 二副 台下發問 結辯共六個環節 台上辯緣發言時間為 四、三、三、四 每位台上辯緣發言時間結束前 會有一丁的提示 丁 時間刀會有兩丁的提示 丁丁 過時15秒 則會有三丁的提示 介紹本人將打斷辯緣發言 並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賽規早前已經發布給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對於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比賽就正式開始 我們現在就有請正方主辯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丁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 在座各位 大家好 現今世代一機在手 就可以免費下載角色各樣的遊戲 遊戲不再是遊戲商的主要收入來源 而是依賴售賣遊戲中的虛擬道具賺錢 由最初的明買明賣 到現在發展成以轉彈為主 根據統計公司APPANY的報告 全球首有的課金數字 由2020年的540億增長到2021年的900億 辯提中所指的轉彈 其實就是一種抽獎的形式 特點有三 一、玩家用金錢去買一個虛擬道具的中獎機率 並不是直接購買貨品 而中獎池裡的獎品雖然沒有實際定價 但往往都會因稀有程度、能力值而有貴賤之分 第二、中獎機率由遊戲商制定 如何編寫和機率大小並不透明 三、即使有遊戲商聲稱中獎機率 換家亦無辦法、驗證真偽 這種取巧的賺錢方式 引起廣泛的爭議 促使各國引入不同的轉彈法 我方贊成變題的成立 並建議港府引入轉彈法 禁止商家以任何與中獎機率有關的形式 售賣虛擬的道具 包括轉彈、抽卡、跌補箱等方法 相信立例後能夠帶來兩大的成效 第一、修補漏洞、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消費者權益早在1962年已經提出 一方面保障消費者不會被騙 另一方面規範商家的營商手法 平衡兩者的關係 但遊戲商通過編寫程式碼 來操控本家的中獎機率 關係就變成一面左右傾向商家 例如遊戲商推出中獎機率有百分之十的道具 有直播主用幾十萬去 課金仍然抽不中 而沒有課金習慣的玩家一抽就抽中 就算玩家懷疑遊戲商黑箱作業 仍難以申請退款、投訴無滿 想用商品及說明條例去保障消費者 但在分不到機率真偽的情況下 根本無法舉證 到最後遊戲商一句 機率問題純屬不幸 就已經可以把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正 我方並不是說所有遊戲商都會這樣做 但現時沒有第三方驗證的技術 政府根本沒有有效規管的方法 既然規管下不通 當然就要用其他有成效保證的方法 因此必須引入轉彈法 禁止遊戲商以抽彈方式賺錢 確保消費者的消費權益 第二,盜絕博彩 防止青少年過早接觸賭博 綜合Beating the Odds和Casino Gaming Dictionary 兩本博彩的詞典 只要玩家有樂著 並且以碰運氣成份取得不確定的成果 就應該視為博彩遊戲 玩家用真金白銀去買一個隨機道具的中獎機會 顯然與以上的定義不謀而合 加上遊戲商還會用節日限定 限時優惠套裝等方法 去鼓勵你不斷落主 過程中產生的投機取巧的挑釁想法 以小博大的賭徒心態 沉沒成本的心理作用等等 根本就不應該這麼早被深至未成熟的青少年去接觸 而英國博彩委員會已經早在2018講明 當地青少年染上賭人的數字 就是因為虛擬抽獎而創新高 禁止轉彈就可以防止青少年過早接觸國彩 避免遊戲商利用青少年心智未成熟、衝動等的特點 令青少年蒙受損失、染上賭人 最後想問遊方認為玩家的權益是否需要保障 遊戲商又應否受虐約出力的阻嚇力法例規管 多謝各位 另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5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便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定! 主席、評判 大家好! 聽完有4分鐘的發言 其實不難發現他們根本連轉彈法是甚麼都沒有說清楚 而且他們沒有說過 而且他們說很多國家都要引入轉彈法 但其實我們提醒 只有台灣提倡引入轉彈法 我們就看看台灣為何提倡引入轉彈法 為甚麼台灣要提倡 就是因為台灣現行的法例 只是要求遊戲商提醒玩家 此為機會中獎商品 但並沒有要求遊戲商公佈機率 以至有接近7成的手機遊戲都沒有公佈轉彈機率 所以台灣的機構和市民才提倡 需要轉彈法去彌補台灣現時的法律漏洞 而且剛剛有方同學都沒有說過 香港的現況為何需要轉彈法 反而是一直在說 轉彈法有甚麼不好 有甚麼應該盜絕 其實我們聽回想 根本有方同學就不是想引入轉彈法 反而是想遊戲商沒有轉彈的行為 我們反顧香港的現況 最主要的兩個遊戲平台 App Store和Play Store 其實早就已經要求遊戲商公佈獎品的獲得機率 既然香港和台灣的情況根本就不一樣 那怎麽可以因為其他國家有引入轉彈法 就帶出香港也應該引入轉彈法呢 而我方而衡量今天的辯題能否成立 就應該看看香港現有的規例 是否已經能夠保障玩家 從而去判斷需不需要引入這個轉彈法 而我方反對辯題的以下難點 第一是現時的法例已經足夠 沒有需要引入轉彈法 我們先將轉彈法分開兩個部分來看 首先在公佈機率方面 現在香港主要的遊戲平台 Play Store和App Store其實早就已經要求遊戲商公佈機率 在2017年 App Store已經針對轉彈這個灰色地帶去設計出限制 要求想選的遊戲必須公開每一類物品的獲得機率 事隔兩年之後 Google也正式在平台政策裡面 加入必須詳細公開每一樣內容 多別的中獎機率的條款 其次現時已經有商品說明條例去保障玩家的利益 商品說明條例第七條規定 任何人不可以在營商的過程 或者業務的運作當中 將虛假的商品說明 應用在任何的貨品 或者出售已經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任何貨品 配合現時App Store和Play Store的要求 即是遊戲商需要公佈一個準確的轉彈機率 故此香港現有的法例已經足夠去規管現在的手機遊戲 解決機率的問題 第二是轉彈法沒有辦法監管兩大平台 App Store和Play Store以外的遊戲 除了App Store和Play Store之外 其實還可以透過手機的互聯網去下載這些手遊 但這些手遊沒有被限制要公佈機率 而且還可以來自世界各地 只要遊戲商上載 只要遊戲商放一條連結上互聯網 玩家就可以透過這個連結去下載遊戲 但透過互聯網上載的遊戲 其實不受到香港的法律規管 所以即使引入了轉彈法 App Store和Play Store的兩大平台以外的遊戲 依然無法受到監管 因此轉彈法不能夠彌補現時的法律漏洞 請問有方同學 你們認為有什麼地方是現有的法律做不到 而轉彈法是做到還可以貼合香港現時的需要的呢? 如果有方同學說不出的話 其實也沒必要引入這個轉彈法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23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首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辯會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的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在限時到達前15秒 就會有一丁的提示 時間到就會有兩丁的提示 然後就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向正方主辯提問 請評判留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子的第一格就跟發言次序 就會是他們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 現在就有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是可以 丁 剛剛有方同學提到 覺得現有的條例已經足夠規管 但是我方主辯說的黑箱作業 究竟現有哪一條條例可以監管 不過首先客觀地審視現況 消委會過往曾接獲和網上遊戲 相關的投訴 最高的個案是高達29萬 就是說明這些苦衷的出現 就是我們現有的保障是不足 有方同學覺得這些苦衷的個案 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如果是問題的話 如果不實行轉彈法 全面禁止轉彈 又可以怎樣解決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丁 都退位 都選擇 多謝 都選擇 嗯 谢谢大家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丁 主席评判 大家好,多谢有方的提问 他说到香港有个辅助被压了29万 他去消费会投诉 结果投诉不成功 也没有抓到这个游戏箱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看回 这个辅助被压了29万 是因为什么压了呢? 是因为转弹呢? 是因为机率的问题呢? 如果不是因为机率的问题的话 其实也不关我们今天的转弹法事 还有有方同学就说要引入这个转弹法 去全面禁止转弹 但是其实转弹法不是用来禁止转弹的 所以请有方同学搞清楚 转弹法究竟是什么 谢谢各位 然后轮到反方提问 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 发问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一下转弹法究竟是什么 是我问的 可以 订 主席评判在路各位 大家好 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如果香港已经有转弹法 想问你们如何防止这个游戏箱 公布假的机率呢? 多谢各位 政府组织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会开始介绍 谢谢 我知道 在回来 回来 丁丁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丁 主席 评判在座 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的同学就问我们 如果香港立了转弹法 那怎样可以查这个机率的问题 等等先有方同学 我们今天的转弹法 是要禁止相关的任何与中长机率有关的形式 去售买虚拟的道具 是包括转弹 抽卡 和跌簿等的方法 那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看看 它有没有这个机率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全面禁止了转弹 而有方的主便都问我们 转弹法不是这一回事 不是应该全面禁止 但是其实比利时 荷兰 德国 他们等等的国家都是由纳转弹法 他们的转弹法也是全面禁止的转弹 那为什么当去到香港 我们要纳转弹法的时候 这个转弹法又不属于转弹法呢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的环节结束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正方第一 互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的 柳总体好 是 主持评估再作 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就回避了我们的问题 究竟有方认不认同游戏商应该受到法例规管呢 但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只是2020年 香港小学会收到有关游戏 网上游戏的投诉呢 都比2019年增加了超过一倍 相信有方都明白未雨绸亡这个道理 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投诉案年增加百倍千倍 才将转弹法引入呢 香港作为一个急速发展的大城市 网上游戏越出越快 但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反而滞后不前 有方又是不是很乐见呢 我们是不是要 刚才有方又问了 究竟现有法有什么规估不到 想心一层呢 游戏不适合庄家对赌博 条例管不了 消卫会不是执法机构 又管不了 相反说明条例呢 有方你今天又找不找到一个真实可靠的第三方 去提供到一个真实可靠的机率呢 现时根本没有东西是可以规管到游戏商的 要不然呢 就怎会有我刚才所说的 投诉上升超过一倍的这个个案呢 所以呢 我就想问是有方了 今天不立转眼法 觉得什么情况下才要立呢 请有方下一位便宜的时候出来正面回答 有方刚刚又说了 究竟你们的转眼法的方案是怎样的 我们的转眼法的方案呢 就是引致比利时和荷兰的 就是实行全禁 第三方认证这个方案 我们没有想过 台湾日本也有想过这个方向 但是就是因为找不到第三方机制 第三方去验证这个机制而实行 所以就实行不到 有方今天又是否可以现在即场提供一个可靠 真实的第三方去进这个验证呢 所以我方今天就主张这个全感的转弹法 刚才提到的方案呢 就是由游戏方去找第三方 第三方是游戏商是情色代码 是游戏商最后可以一句 你不幸的 草草了事 真真假假又有哪个分得清啊 回到来今天的辩题 香港要最大程度保障青少年和消费者的权益 引入转弹法绝对黑不容缓 因为我方认为转弹有赌博成份 不是无根无据的 有方老虎机是赌了吧 他的玩法呢就是投入金額 然后拉或者启动把手 听真一点有头主 以运气取得不确定的结果 有方又是否觉得似曾相识呢 是啊 就是转弹 另一边商 游戏商为了吸引玩家转弹 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小字游戏内外都宣传下有什么新奖品 到对外宣称奖品的机率会在限时内提升 可能有方觉得很平常的 做生意而已 但对于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 就是说 限时内收到特定角色的机率有所提升 但是实际机率又有哪个知道 又验不验证到啊 今天游戏商推出五花百门的优惠 加上高天盖地的宣传 就成功将赌博 包装成男女老友都可以玩的转弹 有方又是否觉得 这样也是没问题呢 就是这样 游戏商利用我们对角色的兴趣 蒙分出一事无妨的心态 抽到抽不到都会继续抽到 最后难以置之不 所以君子内才取之有道 根据有方的立场 我们又是否要放弃驱管游戏商 令到青少年和消费者继续有道消费呢 多谢 叮叮叮 因为叮叮叮是15秒 所以 这是我那边看到的数字来的 所以看看 评判你们的决定是怎样的 因为也有机会是 可能网络有缓冲 看看你们是怎样的 因为台湾说缓冲时间 因为网络有机会影响到 建议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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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如果評判沒有其他疑問,我就會去下一位邊緣 然後是反方的第一副辯理,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現 可以 主席、評判,著著各位,大家好,請友方和我搞清楚轉彈法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如果按照友方同學的轉彈法定義,其實市面上的氣水抽獎,背後的謝謝參與和眾獎 其實應該都要全面禁止,不如我們看看,其實香港根本就不需要引入轉彈法 轉彈法只是要求遊戲廠商公佈遊戲抽獎紀律,而我方開別也詳細說過,希望友方同學不要再自說自說 香港一直有一條商品說明條例明確地規定了商家不得陳述虛假的商品說明 那我們再反觀轉彈法,其實和香港的商品說明條例大同小異 同樣是不讓遊戲廠商使用虛假的遊戲機率 既然友方同學增加他們所說的轉彈法,其實增加一條法例的程序 由一天到超過一年不等,視乎法案的複雜程度和具不具爭議性 更加枉論一開始制定一條法律就不是由法案開始,而是議員在提交法案之前 就要事先議稿,再諮詢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 諮詢受法案影響的各方 即是持份者再提交草案由立法會秘書安排欠佈刊登 以至至2020年4月有多達14宗法案和超過80宗附屬法例未獲審議和跟進 令大量涉及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的立法工作無法進行 相信這樣聽起來大家已經覺得很煩 會不會是由法案和我一直選擇一條法例制定的過程呢? 當然我們不可以因為立法過程反覆而放棄做任何事情 而是要看看背後是否真的值得這樣做 而現時香港就已經有一條法例可以做到和轉彈法效果一樣的商品說明條例 而概括內容更加是不至於遊戲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花費這麼多時間 去立一條無額外任何收益的轉彈法呢? 簡直就是沒有必要 因此今天有方同學要政立變題 就必須交代清楚 引入轉彈法之後 對換家或者遊戲廠商有什麼額外的好處 否則香港就不應該引入轉彈法 其次以香港主要的遊戲平台為例 App Store和Play Store就一早已經公佈 要求所有在它平台上運行的遊戲 必須公佈虛擬產品的獲得紀錄 那其實是否就已經和轉彈法的主要用途重疊呢? 所以很明顯就看到 根本不需要引入轉彈法 多謝各位 彭方第一負面 發言時間為2分39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我們表示這部份 正方第二負面 正方第二負面 insects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來到爾夫的位置,相信大家聽到有些混亂,不如讓我用兩個詞分之一個去切入分析,先講消費者,其實雙方同意是要保護消費者的,但是有方同學就說立了轉彈法,其實是網,而且覺得轉彈法是管理不了,又覺得轉彈法的過程是反覆,其實有方同學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們要立轉彈法, 我們立轉彈法背後的定義就是因為現在我們說轉彈法會令到青少爺形成這個賭博的人,其實這個人跟普通反方同學說什麼會中了,其實是不同的,中了可能是人,但是我們現在說的是賭博,其實他們背後就是, 就是因為他們會一次又不停抽,不停抽,出一次之後覺得下次又會再中,所以第十次都不中的時候又會覺得浪費了十次的抽冷機會,其實這是賭博來的嘛,那這些賭博的人會令到我們, 都會令到他們投放大量金字在裡面,再者其實呢,浪費了一條轉彈法是不簡單的,而且覺得沒有其他國家的例子,但其實呢,很明顯呢,浪費了很多國家的例子, 首先在2016年,日本立刻針對遊戲課金的第二道的詳細規範, 在2017年中國收割網絡遊戲營運加強,監管通知2020年河南博賽管理局, 對足球器採取行動一球而除遊戲內網模式的課金機制, 然後也提出他們覺得賭博是十分嚴重的,認為賭博是沒有蠟燭之地, 在2021年德國限制遊戲裡面的銷售貨金道具,並修訂未成年的保護法, 金枝姑娘未成年人在遊戲裡面的貨金,或者參與他一次的賭博活動, 由此來講,其實外國已經是越來越多的例子,越來越多的國家, 例如全禁轉彈,而不是有方同學說,現在是沒有全禁轉彈的, 我們我方的例子,我方的轉彈是不可能,我們的轉彈是不正確的, 我們不理解轉彈法的定義,其實不是的, 現在應該讓這麼多個國家延禁轉彈, 而且在想長遠一點的時候,當全球國家都禁止了和研究禁止轉彈法例, 其實到時候就不是為了香港而改的, 於2018年起,比利時這些等等的國家都會轉彈, 和各國相持才會轉彈,甚至遊戲設計大局的美國都有共和黨的議員, 連續提出修例禁止轉彈,所以吃轉彈會是一個趨勢, 而不是以後果是沒有轉彈的例子, 我想問其他方同學,是否覺得我們不應該要保障未成年人的心態, 是否不應該去防範去賭博, 是否覺得現在黑商作業的情況, 是否覺得我們可以賭博? 時間夠, 正方第二副辯的發言時間為3分18秒有超時需要被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可想向鏡頭示意, 可以, 主席評判在國, 大家好, 聽完有方前場幾個位置的發言, 不難發現有方同學這個位置, 基本上有一個字就可以形容了, 就是一個亂字, 有方同學犯了兩大錯誤, 第一錯誤是否定義錯誤, 今天我方前場都清楚地說出了, 有方同學的轉彈法其實就不是坊間, 或者其他國家正在做的轉彈法, 但其實有方同學為何會這樣想呢, 為何會覺得轉彈法就等於禁止轉彈呢, 其實我方是絕對明白的, 因為他們都明白轉彈法只是公佈機率根本做不到, 所以他們就決定斬釘直撤, 不如直接禁止轉彈, 大家一起補抽, 但是有方同學舉出了這麼多例子, 他們舉出了日本, 舉出了不同西方國家, 就是他們因為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原因要禁止轉彈, 但是有方同學你有沒有背後想過, 他們做的原因和今天香港要推動轉彈法的原因, 也沒有相同的地方呢? 即是他們背後是不是真的沒有一些完全管制的法例, 所以才會這樣做呢? 但我們看回現在香港現況, 又有商品說明條例, 又在這些平台公佈了這些機率的時候, 為何有方同學我們還不滿意呢? 今天有方同學就不定強調說要禁止轉彈, 大家不要抽就沒有事情發生, 先不說有方同學的做法, 斬腳趾給沙蟲,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從來沒有給出他們 怎樣禁止轉彈的細節, 是否全部人禁止, 但是只是某些年齡層這樣, 他們完全沒有說過的, 其次今天是不是真的在香港做到這個做法? 我和我的主編告都提過了, 今天轉彈為這些遊戲商帶來的營利, 營利是足足是由五百多億升到九百億的時候, 這些遊戲商是不是會禁止那段配合你們去放棄轉彈去營利呢? 其實就是香港其實現在我們都知道, 在這個大市場, 小政府的情況之下, 禁止轉彈是否等於政府大力的干涉這個遊戲市場呢? 其實就是這個的論點錯了, 今天有方同學就說賭博是等於轉彈的, 所以我們都應該按下去, 就不要讓大家一起做這個賭徒, 今天有方同學就很重點, 和我們說青少年這個例子, 他就說了很多數據, 說他們用了很多錢去抽卡和轉彈, 但其實他們沒有跟我們講過, 香港的青少年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好的經濟人力去做這些事? 即是他們的背後是否用了其他方法去獲取金錢呢? 那同學也是完全不說的, 其次按照如果有方同學這個邏輯, 如果有一小撮人是因為這些問題而獲得很多錢的話, 其實不應該只抽彈, 其實賭球、賭馬不如大家一起禁止它, 因為都是運氣成份, 因為有方同學, 今天有方同學就跟我們講到這些青少年抽了太多卡, 又說賭徒心態, 我方就覺得很好笑, 其實賭徒心態呢, 就是賭徒心態是一個問題的, 不單只是抽卡, 就連賭球、賭馬這些, 之所以這些人不會成為賭徒, 都因為他們自己本身的自制力問題, 那同學都跟我們說了, 就是因為他們不成熟, 也沒有價值觀, 那我們這時候, 情況之下是否應該先教他們, 被他們陪養了他們的正確價值觀, 身心成熟了, 才去再想一下, 如果到時不行, 是否再按止, 而不是斬釘截鐵, 大家一起不要抽的呢? 今方同學, 最後一件事就是, 其實香港現時根本就沒有法例保障這些消費者, 我方同學說了, 其實現在香港, 如果有這些問題, 你可以從兩方面, 就是消費會和海關合訴, 我們不難看到這些其實已經可以解決了今天方同學所說的問題,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負面, 發言時間為3分11秒, 沒有消息, 無需被扣分, 現在將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的時機會發問, 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你aved at the evilie 類στε 方圣 tabs 不過提醒一下台下發問的邊緣, 還是需要開回來的鏡頭和看著你的台面 叫什麼描述殘別的位置 然後給她看見他, 可以了解我們ém believes 好,可以 那你有一分鐘的發文時間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丁 其實友方和我在台上發文的環節的提問都知道其實是存在假機率的問題 我方所知,所以我方正是因為規管不到機率的真偽而禁止一切付費轉彈 想問友方,你們要維持現有的情況的話,你們怎樣解決假機率的問題呢? 反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現在會開始計時 丁 昨天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回答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多谢有方同学对我们的提问 他就问到如果有些假机率的问题出现的话 我们要如何去解决它们 其实我们很多次跟有方同学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在香港 App Store和Play Store都已经要求公布机率 如果这些机率是假的话 其实也有一条商品说明条例去监管它们 如果游戏厂商公布了一个假的机率的话 商品说明条例就是可以拘捕这些 去监管这些犯法的游戏商 多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边缘发问 请边缘开启镜头名车试咪 是 是 想问听不听得清晰的 听到 可能都会显示一下你的桌面 有资料卡 可以 好 你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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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其实听完有方同学所说的转弹法 就是说要全面禁止转弹 是根据荷兰和比利是的转弹法 而去改的 但是我想 在这里想澄清一件事 就是荷兰和比利是根本就不是转弹法 而是针对保护青少年 以及沉迷游戏 并不是全面禁止转弹这个机制出现 有方同学怀疑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但又根据荷兰比利是的方案 只是保障到青少年 其他年龄层就好像我方二夫所说 根本管不了 想问有方同学 你们这个全面禁止转弹的转弹法 如何确保在香港是可以好好的去运行呢 谢谢各位 现在正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会开始计时 叮 Thank you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宜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 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叮 刚刚有方同学就说我们的转弹法不是转弹法, 我们看回引入赌博条例, 其实可以是包括规管也可以是禁止, 例如引入赌博条例, 政府都是禁止赌博活动, 那为什么今天引入转弹法就不可以是禁止转弹呢? 另外有方同学也有提到我们这个方案只可以帮助到青少年, 也帮助不到其他年龄层。 有方同学有没有想过, 其实现有的监管青少年的机制呢? 就是只有一个, 我已连满18岁的按钮。 其实呢, 所有的玩家可以虚报年龄, 或者是这样按一个按钮就已经可以通过验证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保障不到全所有的消费者,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实际的年龄是什么, 所以我们才要一刀切。 谢谢各位。 现在是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下变员, 请变员开启镜头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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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咪。 试咪,试咪, 试咪, 试咪。 试咪,试咪 试咪,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 试咪。 试咪。 试咪,试咪, 之前有方堂举出比利时和荷兰的例子, 但比利时和荷兰只修改了赌博条例, 并不是一条新的法例。 按照有方堂的逻辑, 是否只要香港都修改了现时的赌博条例, 不需要引入转弹法呢? 谢谢各位 正方再问过 评伴觉得这样可以吗? 就是我们现在照可能反方问了 然后正方跟我答完 然后做到他们再问 还是我们想整个第二轮的台下发文再来过 我想可能整个第二轮会好些 好的 那我们现在请正方同学派出台下边缘发文 刚才说了一个 就是我们重新来过第二轮台下发文 想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到 听 有分的同学今天误解了转弹法 以为转弹法就只有一种做法 但其实并不是 有分的同学 例如日本的转弹法就是纳入景品法 又或者好像荷兰比利时的国家 的转弹法就是禁止转弹 修订倒博条例 现在有分的同学 转弹法的意思就是想规管转弹的营销手法 凭什么你们觉得只有一种手法呢? 多谢各位 好 反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叮 叮 优优独人 非常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作答 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作答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主席评判,各位阻词,大家好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有方同学指出,转弹化的做法就是一种 但其实有方同学,你们觉得转弹化的做法是一种 有方同学,无论哪个位置都强调 转弹化只可以按照,一定要跟着那些国家 无论你是公布机率还是第三方官政机构 都不属于转弹化,我们就只可以按照转弹 后来他们不同位置,因为规管不了年龄 所以要一刀辞,大家不可以做完 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有方同学今天 不单只想要一个转弹化 他们是想要一个转弹化 是管整个游戏生态,甚至整个游戏行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方同学今天 由始至终一都没有逼出,他们什么定义 是转弹化的,多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原发文 请辩原开启镜头平时示范 你有一分钟的发文时间,准备好 请向镜头示意 是,不好意思,刚刚打乱了 可以 订 主席评判卓族,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多次说出比利时和荷兰这些地方的案例 但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修改了原有的赌博条例 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其实是否只要香港都修改现在的赌博条例 就不需要引入一条新的转弹法呢? 谢谢各位 政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会开始计时 叮 请 丁 丁丁 准备时间结束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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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修改原有法例就已經可以了 有方其實不是 就算你今天修改了原有的法例 你是不是都可以禁止到轉彈 對於青少年的新生發展的影響 不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引入這個轉彈法來香港 所以故此我方就是贊成要引入轉彈法的 而剛剛同學也有說 有方也說 其實你們都是覺得只是一種轉彈法 為什麼一定要是全禁呢 其實就是 其實你們剛剛聽不到台灣和日本都有想過第三方 但因為現有的技術是做不到 所以只可以全禁 從根源上導絕問題 多謝 台下的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是結辯的準備時間 每天三方結辯會有一分鐘作準備 現在會開始計時 Ding 好的 好 -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先由反方结辩作结,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 可以。 - 叮! - 主席、评判,助力,各位,大家好,其实当我听到有转眼化了一条法律之后,我开心到举脚赞成支持香港引游。 - 但后来看真一点,其实香港现在的状况并不应该引入转胆法。 - 相信有很多人都很喜欢打机,包括我再来。 - 而有一天我在玩几个游戏,出了一件我很喜欢的时装, - 而他要120抽才可以保底,每次抽奖机率是1%。 - 我朋友当日向我炫耀,说他20抽就中了, - 之后我也是抽奖,而我要保底才中。 - 听到一条变题之后,我想起当日的抽奖机率实在是有问题。 - 其实这个机率是只要游戏商知道对不对。 - 而就算有转胆法也好,都是不能够避免游戏商被财机率落地。 - 到这里我想总结三件事。 - 第一,我们正反商的共通点都是为了保障玩家的利益, - 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法。 - 其实有方觉得要引入转胆法,是要保证玩家在游戏上的利益, - 并且要令到游戏商公开他们真实的机率, - 令到玩家可以有一个愈发游戏的环境, - 恶方十分迷白。 - 但是有方同一场比赛提出的例子有很多都是来自外国。 - 根本跟香港不同, - 还有其实外国的例子根本不是有那么多转胆法。 -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因此判定究竟是否商品说明条例这条法律的问题。 - 第二,有方同学认为香港不能够用自己的法律来管制网上游戏, - 从要引入转胆法。 - 其实香港是可以用自己的商品说明条来管制游戏商。 - 其实有方同学跟我们讲的很多都是指, - 都是说玩家不清楚机率, - 或者就算是0.001%都好,都照去抽奖的。 - 之后有方同学就打算用转胆法去起诉游戏商。 -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 这个玩家其实是没有人逼他去抽奖, - 而是玩家自己决定他去抽不抽奖, - 见不清楚或者这个知道机率不太好的情况下, - 还要去抽奖的消费权在玩家身上。 - 如果他抽不到奖的话, - 只是他愿意去赌博。 - 玩家是可以选择抽奖或者不抽奖, - 只是他的问题。 - 第三,我们可以试试从另一方面, - 香港引入了转胆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 有方同学是想引入之后, - 香港游戏公开和公正, - 保障玩家的利益。 - 其实香港加入了转胆法这条条例之后, - 不会有什么改变。 - 除了投诉的人根本就不多之外, - 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愿意去投诉。 - 也不会改善到游戏商提供假机率的行为, - 因为没有人知道机率究竟对不对, - 此外还有人会继续去抽奖。 - 他抽了一些他不清楚机率, - 或者明知机率不好的游戏里面抽奖。 - 正如刚刚所说的, - 因为消费权在玩家身上, - 所以就算人家转胆法也是改变不了这件事。 - 还有我想问一下, - 刚刚你们在台下发问时也说了, - 问我们是否, - 我方认为转胆法只得一样东西, - 就是全面禁止转胆法。 - 其实有方同学们在全场比赛一直在说, - 你们一直在说要全面禁止转胆法, - 并不应该引入这个, - 没有商品说明条例是没有用的, - 要应该进入转胆法, - 全面禁止游戏减少, - 因为在台北而消耗金钱。 - 总而来说, - 我方所说的商品说明条例已经覆盖了 - 有方同学们所说的转胆法, - 所以转胆法实际是没有用和多次一句。 - 相比之下, - 香港现有的商品说明条例覆盖得更加多, - 更加能够保障到玩家的利益。 - 多谢各位。 - 反方劫便发言时间为3分48秒, - 无超时无需扣分。 - 最后有请正方的劫便, -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 可以。 - 定。 - 来到正义的位置, - 其实双方都已经争吓了很多事情, - 大家都可能听到有点乱, - 不妨我去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 今天有方同学说, - 港府不应引入转胆法的理据有意。 - 第一就是现时的法律, - 法律已经足够保障了, - 第二就是说, - 现在的游戏身份, - 即使立法之后, - 都监管不了App Store和Play Store以外。 - 但其实不难看得出, - 其实有方同学忽视了全球禁转胆的趋势。 - 但相反, - 但我方今天说的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防止青少年过早接触博彩游戏的两个论点, - 正正就是考虑到不良营商手法和博彩封气在虚拟世界的唐衣包装底下, - 日出严重的问题。 - 在全球禁转胆的大势所吹之下, - 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禁止转胆, - 无疑是平衡消费者, - 游戏市场和政府执行等多方面的最佳方案。 - 但有方同学一直在跟我们争吓, - 又说纳转胆法会破坏游戏生态, - 又说游戏商会不会配合呢? - 其实我刚才的义父已经回答了, - 禁转胆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 所以其实在迫于无奈下, - 游戏商也会跟着全球趋势去改变。 - 而且今天外方也向有方同学多次追问, - 究竟在哪里找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出来呢? - 但有方同学都没有正面感回应, - 看来有方同学都知道今天自己的流行, - 可能是站不住脚的。 - 说回我自己吧, - 其实我小时候都很喜欢抽实看扭蛋。 - 一打开扭蛋看到抽到喜欢的礼物, - 那刻真的很开心。 - 但无奈的是虚拟世界上的扭蛋机, - 是不会让你看到抽到不同角色的机率的。 - 背后甚至是受着商家的操控, - 令你不断付钱都抽不到想要的东西。 - 虚拟世界上的扭蛋机无孔不入, - 靠着它表面光纤亮亮的招指和角色, - 会吸引你付钱去抽, - 但实际上整部机都是不透明。 - 全密封, - 没人知道里面有多少东西, - 也可能随着你的投币次数, - 减得你抽到喜欢角色的机会。 - 到最后, - 还可能让你想抽到的角色都在扭蛋机里消失了。 - 而商家今天就是触心理, - 令玩家仍然蒙在, - 鼓虑继续课金去抽。 - 而今天有方同学正正就是支持这种扭蛋机的存在, - 说这种黑箱作业的扭蛋机没问题, - 相信大家都觉得不合理, - 其实我今天我方列举了这么多的例子, - 这么多不争的事实, - 正正就是反映到我们的法律, - 追不上科技的进步, - 但当我们发现漏洞的时候, - 是否就选择继续去无事呢? - 有方同学是否觉得今天事态还未够严重, - 应该等到全港青少年都染上了倒影才去行动呢? - 或是一去到虚拟世界, - 或是很难监管, - 就索性通通都不需要监管, - 继续容许虚拟世界成为一个法外之地呢? - 法律就是要与时并进, - 不是说自由发展这个东西可以逃避的藉口就可以了, - 而有方同学今天整场就是讲台湾的例子, - 那我们何尝不是没有研究过呢? - 只是台湾的做法就是要求游戏箱列明抽弹的机率, - 但这个做法是不够传言的, - 青少年验相倒影, - 游戏箱实际有没有黑商作业, - 它们公布的机率是不是熟实, - 这个都是难以守正的, - 作为政府就必须有意识去看得前瞻一点, - 访考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案, - 一方面规管无量的游戏箱, - 阻止它们逍遥法案, - 另一方面切切实实地堵住歪风, - 之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禁转弹, - 而不是规管转弹的这个方案, - 其实是希望可以平衡消费者和游戏箱之间的利益, - 正正因为虚拟世界, - 比起现实世界更难以监管, - 所以我们才要一刀切, - 我们重新, - 我们今天不是不让游戏箱赚钱, - 但前提是他们用合理的手段, - 要是不危及年轻人身心健康的手段, - 要是保障到消费者权益的手段去赚钱, - 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 - 在综合国持分者的角度出发, - 这么转弹才是对香港虚拟游戏市场问题, - 正正! - 这有效而成是最未遇到的方案, - 多谢各位! - 正方主便发言时间为4分04秒, - 无消失, - 无需扣分, - 比赛过一段落, - 我就会和评判去处理分子问题, - 所以呢, - 呃, - 我们现在想请三位评判填分子之后呢, - 就可以, - 可能在那个check room那里跟我说一声, - 这样, - 另外也提回评判, - 最佳辯论员是需要额外评分的, - 那个位评判呢, - 就先选出三位表现交界的辩元, - 再分别给予分数, - 最佳那位就是30分, - 第二位是20分, - 而第三位就是10分的, - 请对赛参方就耐心等他一下! - 请对赛参方就耐心等他一下! -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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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者是時候再看大,看看有沒有一個實際存在超時的問題 謝謝 是,因為我自己看《賽規》第八項那裏 那裏是重點寫了便宜避免用盡緩衝時間 以及網絡有延遲,這是一個接受的辯解 但是如果正科學校提出的是覺得 可能我計時有錯誤的話 可能這一層就可以交回評判去決定 看看你們是否需要商討有關於這個情況 會不會有可能可以看回錄片 看回時間去決定 看回時間,究竟是否沒有顯示呢? 或者是《賽規》有沒有類似的東西出現? 因為這些錄片就需要在完結了整場比賽 然後去過程後才會發展到那個檔案出來 所以如果的時間就應該是裁決不了的 但是我看到賽規就著賽後 如果對賽雙方有任何爭議的話 那就是現在三位評判就按照這個賽規 或者一般辯論比賽的常規去做一個裁決 但是如果評判認為需要去看錄片 那就可以暫時保留這個賽果 就交由賽會去商議 然後到時就可以看回一些影片 那到時是可以修正賽果的 還有就是會有那個《Flexibility》在這裡 就是如何去處理今場比賽的結果 那看看三位評判的裁決是怎樣 然後可以開一個《Breakout Room》 你們三位去討論一下 麻煩你可不可以開個《Breakout Room》等我們 可以 那可能我現在需要將其他 即原本有的台上的《Breakout Room》 散掉了 所以我重新再開過 不好意思稍等一會 那如果可以的話就可以離開那個《Breakout Room》 和大家一起休息一下 請回答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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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考慮到正常比賽,就算剛剛好在第15秒停,也有機會當成超市,正常比賽可能是這樣 但同一時間我都覺得網絡的延避,我依然會傾向更多相信的辯論 但是更重要的是這5分在分子上不影響賽果,所以我自己衡量後,我本身就沒有求分 就看看另外兩位評判怎樣看,因為我覺得這個扣分和同一個標準會比較好 宇宙,我想問扣分是否必須的,只是評判可以自己衡量在賽規上 我回到賽規那裏,不好意思 謝謝 我沒有看見她那裏就寫,她沒有很明確地說是交由評判決定,還是必須扣分 但是,這個我可以跟老師那裏確認一下,還是你們會不會想我再重複確認一下 我不肯定,因為我單純覺得如果之後再看一場比賽再去改一個賽果,可能會不太好 因為一來你現在都要公佈賽果,代表評判都認同了結果 所以我就比較傾向這場比賽裏面的資料 我對於剛才說評判有不得決定的理解就單純是因為 如果你很清楚肯定是超過時或者沒有超過時的話,應該是主席決定的 但是因為現在那個尷尬的位置就是主席計算完時是超過時 但是從比賽來看,她又不肯定是否因為網絡的延遲導致到你們按完制之後 她停止了發言沒有? 所以我就在想會不會在這個情況下評判去判斷 到底是出於以主席的計時作準 還是從我們肉眼去判斷就是 因為應該說考慮到網絡延遲這一點,所以我根據肉眼判斷去作準 所以我就在想是否應該是評判決定在這個情況下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那個五分是不影響賽果 其實就沒有這個必要去看那個錄影的,即是不再需要處理 其實在我張分子上,其實那五分是… 是… 我們先看看 因為其實在我張分子上兩邊的分數是很接近 而且…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就是… 即是在網絡上很難去決定 那個… 究竟是誰計的 但我也同意其實網上也走了很久一段時間 我想裡面自己也有他的責任是要留意在網絡時間上面 就是不要去到那麼盡量 所以我覺得其實… 就是維持我們剛才的裁決 就是由主席說那個分數都是沒有超市 用回主席的裁決 我想… 我想我自己的意見最後都可能是可以用回主席的裁決 因為你主席最後都是說… 因為我記得賽規都是寫以主席作準 所以我覺得其實用回主席的裁決都可以 還有我覺得變完都有一定的責任 在網絡賽也要留意 那… 可能我自己就會… 其實都同意剛才阿鄧評判所說 所以我們就在這場比賽中先收拾 不好意思… 可能我… 給我多一點補充 我剛才剛才跟賽會那邊確認了 那… 他就說… 只要三位評判都是可能同一… 決定扣或者不扣那五分 那… 就是有個權力 是可以… 就是… 可能不抹下分子裡的 如果你們覺得… 就是那個… 超市是有機會因為網絡的延誤導致的 或者… 就是… 你們… 最好就是三位評判有一個統一的結果 這樣會比較好 我覺得都可以照求… 是的… 是的… 我也同意的 是的… 是的… 尊重回主席的決定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現在開完會 跟著推翻 我覺得另外一邊又會… 就是… 有另外一邊的想法 是的…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程序上 主席已經是… 宣佈了是計的 我們… 我們… 很老實說剛才我都是對張分子而已 我不是很看到那個畫面究竟是… 就是… 就是他們是有沒有… 就是… 正確來說是廟會停的 所以… 我覺得… 正如賽規所說 是… 他們是有責任去確保的 那… 所以… 我覺得跟著主席 就是我們不要推翻這件事 是的… 那…到…可能… 他那邊… 我們… 都決定了 那… 看看他… 因為… 不影響賽果的嘛 那…我相信都… 我想那邊都不會再想看大 再… 再去推翻賽果這樣 是的… 那…所以我覺得… 尊重回… 一次這樣尊重回主席會好一點 是的… 好… 好… 那…可能或者… 我純粹是… 就是… 出回去BREAKOUT ROOM 就… 宣布… 就是… 評判有了一個裁決這樣… 那… 就會… 不會在賽後翻看的片段這樣… 嗯… 那… 就會… 會是… 可能… 鄧評判… 開始… 去講評語先這樣… 是… 好… 謝謝三位評判… 那…現在你們可以… 離開一個BREAKOUT ROOM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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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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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麻煩大家等候… 那我們… 我們… 三位评判就有了裁决的结果 基于考虑这个程序 所以三位评判最终的决定就会沿用我刚才宣读的时间结果 就是有超时的情况 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宣读的结果就会是最终的结论 他们三位评判就认为没有需要回看录片 去做进一步的推翻 明白,我们专注的评判裁决 好,我们现在等我确认了分子之后 就会邀请评判去点评 大家可以稍等多一下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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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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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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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觉得 感谢观看